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马上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到现场 一起来聊这个主题的呢 是财经专家吴嘉隆老师好 子娟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不过要进到这个2.0PK之前 我先想要聊一个另外的话题 是我特别有找出来一条新闻 上个礼拜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上个礼拜哦 比特币也创新高了 还有一个东西也创新高 就是黄金 当然现在今天已经回跌下来 不过上礼拜的黄金 其实再创历史新高 好那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我就发现了 听下有写的一篇文章 他说如果你观察 2023年从去年初以来 到现在那个黄金的涨幅 已经超过了2.30% 那到底一直涨 有涨一定是有人买 谁买呢 他下了一个标题 他下说是神秘的东方力量在买 他说其中一个来源就是 中国的人行 他买黄金创下了历史记录 好中国的人行哦 购入了大概225公顿 那这个数字是1977年 也是中国人行有记录以来 买的最多的时候了 那同一时间 中国的人行在买黄金的同时 然后他还减少持有美国公债 他减持了 所以从这件事情当中哦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黄金的价格在上周冲的历史新高 然后看起来神秘买盘来自于东方 除了中国人行之外 他们有讲啦 呃中国的民间也是很认真 很积极的在买黄金 老师你你对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想法端倪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 我直觉会有点点担心与害怕的原因是 他会让我联想到之前那个乌俄战争的时候 那个俄罗斯要打乌克兰之前 然后新闻不是也说 其实普廷默默的也买了很多黄金 所以到底有没有什么端倪在里头 你的想法 黄金的买家分成三种 一种是投资人 一种是一般消费者 工业用途也有 消费用途也有民生用途啦 这个是实质黄金的需求 像你比如说你手上戴的戒指 可能就有黄金 或者你的项链 上面就有黄金的成分 这是民生用途 那这个一般来讲比较正常 正常 然后呢 这个投资人的话呢 那毫无疑问 主要是因为降息的预期 那黄金不负利息 对 所以利息升高对黄金行情不利 利息降下来对黄金行情有利 对 那目前全球在预期美国会降息 所以呢 这个对黄金的力道本身产生一个 推升的作用 这下来就是央行 对啊 各国央行 那各国央行是这样 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央行 其实还有两个国家的央行 一个是俄罗斯 你刚刚提到的 另外还有一个印度 OK 对 那央行囤积黄金的话 就中国跟俄国来讲 因为他们 比如俄国被制裁 所以他早就把他手上的美元债券 美元资产 抛售完了 换成欧元或黄金 就这样来 那中国还没有被 没有被美国所谓金融制裁 那他是整个在做预备 他大概心里有数 可能可能可能 这是个风险 可能会被美国找麻烦 对不对 那说不定中国的银行 被踢出美元结算系统 不能为客户做美元结算服务 那到时候 说不定就要用到黄金 所以这是 好 可是还有一个深层的理由 我利用这个节目来讲 好 就是 去美元化 中国提出来 包括成立他的跨境人民币结算系统 来取代美元结算系统等等 对 那这个一方面他需要 人民币背后有支撑 要提高黄金的储备 这是一个帮助人民币在国际上的那个行走 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助力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去美元化 比中国俄国所期待的更为广泛 以至于将来有一天 国际货币体系要重新建构 那个时候 大家坐上谈判桌 比的是黄金储备 谁比较多 对 所以现在中国跟俄国在储备黄金 是说将来如果有一天 要重新谈国际货币体系 而不再独准美元 OK 那个时候中国俄国要拿了 到话语权 拿了出来的就是黄金储备 手上的黄金储备 那目前黄金储备 美国是第一名 大概有八千八百公顿 那德国大概第二名 大概三千三百公顿 德国有那么多 然后再来第三名是俄罗斯 大概有两千七百左右吧 然后中国现在已经跨过两千 原来只有一千 一千公顿 现在跨过两千 大概在两千二左右了 就是两千多公顿这样 那所以呢 他们现在每年累积的是 比如说两百多 刚刚你提到一个两百七十多公顿 对对对 你两百你每年追两百多创历史记录 好你追个十年也不过两千七 OK 你抓美国还差一点啊 也是喔 对所以说他虽然创了历史记录 也没错 两千多公顿也是蛮庞大的 对不对 但是你用这种速度去追美国的 对不对 美国现在是八千八百以上 八千八百公顿 耶 tour 那德国三千三百左右 嗯嗯 所以你要先追过俄罗斯 追过德国 所以中国在 如果要比黄金除备的话 他的确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对成长空间 很大的 对对成长空间 是因为你每年 不是一些 以前一百多公顿 已经很庞大了嘛 没有一开始七八七十八十公顿很庞大 后来一百多公顿 一两百多公เอ 哈哈哈 那你就拼命的累积很多实体黄金运到中国 运到东方OK啊 所以这个是有关可能 也许有一天人民币要国际化 而且要重新谈国际货币架构 中国希望有比较强大的话语权 所以他拼命在买黄金 所以那其实这样听起来 感觉算是他们一个正 还算蛮正常的在未来做准备 我再补充一下黄金是个避险资产 原来是避通膨的风险 可是后来发现这个观念错了 为什么因为他真正在币的是 货币的贬值的风险 国际上怎么叫货币就美元 所以如果美元贬值的话 那么黄金会涨 所以有人说美元黄金是反方向移动 可是这个也不完全对 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风险 不是来自美元贬值 比如说非经济因素 比如说地缘政治冲突 那结果美元本身也是避险资产 黄金也是避险资产 这个时候美元黄金同步移动 这个事情有没有潜力 有在什么时候 方向在那个英国脱欧通过的时候 英国脱欧通过的时候 这个不是美元贬值的风险 美元涨黄金也涨 就两个同步 是这样子 那如果有发生 比如乌克兰战争 那你看黄金走强 因为它是避险资产 美元本身也是避险资产 它两个会同步 是这样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如果有可能出现地缘政治冲突 这种风险的话 那黄金会走强 因为它是避险资产 那那时候美元说不定也是走强的 所以如果他们在把黄金当避险资产来买 而不是当做外费储备资产来买的话 那他们可能在心中心知肚明 将来可能有地缘政治风险 准备开战了 这就回到了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的直觉的那个脸 就往那里倒过去了 好 这是跟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全就是会最会讲 那个金融与政治的专家坐在我这边 所以我第一题 我要先给他出这个题目 好 所以但是我们持续持续的看啦 持续盯着看一下他们 接下来买黄金的一个情况 好 那其实刚刚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跟大家聊这个礼拜的一些财经大小事的时候 其实讲到这个礼拜就是一个超级央行周 好 那超级央行周的时候 呃 大家对关心的就是美国联准会 那基本上三月这次好像不太会有任何利益的调整 那现在大家就来猜六月啦 猜九月啦 然后如果我想要先 因为我觉得去猜那个联准会到底怎么 也没有意义了啦 对我们投资人来说 我想要问的问题是 老师 我的工作啊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圈子里 最近都会一直觉得说 哎 债券的价格很便宜 债券价格 所以你觉得下有个甜点价 你可以去买个债券 但是这前提都踩在 我们在猜说 哎 联准会今年可能会降息 所以下次一个甜点价格 那如果一旦降息了 那债券还会有资本利的空间 我们的思考逻辑都是这样 但我现在越来越担心 会不会有那种可能是 第一 我今年根本到头来 我还是等不到降息 或是就算我等到了 一整年有可能才降个一码两码 没有feel 你那个资本利的空间也出不来 会不会有这两种可能 对于债券投资人 现在到底 我正在投资人 我们正在投资人角度 我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来看 美国联准会降与不降之 这个这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已经超前金融市场了 你算是超前部署了 有吗 给一个好例子 就是说这个观点的确很新 目前 你现在去年12月利率会议之后 大家都金融市场 他们在那边拆 大家那边拆是今年3月 对一开始拆3月 现在已经知道这不行了 现在拆6月了 因为他拆3月的话 会让投资人去买债券 对啊 因为如果降息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债券价格会走高 就有资本利的 对 结果来 就用这个来 用这种说法 来引诱投资人买美债嘛 结果现在发现 不行了 不行了 改口 5月6月7月都有可能 7月算第三季 其实7月6月就差一个月而已 也很快 那现在又有人开始担心了 说搞不好不是降3 像联准会提供的指引 降3 降3 今年而是可能降2 那你现在进一步说可能降0 之类的 对啊 那是这样子 金融市场不应该去拆联准会的利率路径 而是应该跟联准会一样去跳过这个利率本身的猜测 去看预估预期通膨数据 因为联准会是看通膨的走势嘛 所以你看华尔街有没有在那边解读分析通膨的数据的可能走势 几乎没有他们比较多分析 他们都什么时候要降息 他们只是谈什么时候升息什么时候降息 对啊 或者降息速度如何升息速度如何这样子 他去拆联准会 而没有去从联准会的立场去看联准会在看什么 是 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讲一下联准会看的通膨数据啊 现在出现一个大问题 就是去年6月从CPI 我们讲CPI 从这个之前的那个9.1降到3.0 对 有没有大幅下降 有啊 可是呢 从那个3.0 去年7月开始整个下半年 从3.0到3.2 3.7 3.7 3.2 3.1 3.3 就是那样啊 就是连续到现在8个月了 都没有跌破3% 就在3.1%到3.4% 这个地方横盘整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最后一里路的困境 这也不是陷阱叫困境 就是降不下去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让通膨大幅下降的力道用完了 什么意思 什么力道 油价 原物料的价格下跌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进一步解读通膨数据有三大成分 这个原物料大约占20% 油价是最大的 那油价已经跌了差不多了 不会再跌了 甚至于差别缓弹 那在第二项呢 就是30%的租金 住房成本 商办啊 这些租金成本 然后这30% 然后50%就是服务 包括医疗 观光旅游 餐宁 物流 通路 那些都是服务业 那服务业占大约50%或多一点 那服务业最主要的当然是工资 而不是原物料 对 所以呢 现在严总会发现 油价已经几乎停了 该跌的都跌完了 那租金呢 在缓慢下跌 下跌速度不如预期 但是有在下跌 那从之前更高跌到6% 6.4% 6.1% 6.0% 6% 我们希望的通膨数据 是降到3%以下对不对 像2%靠近 他现在还在6% 租金 然后工资的部分呢 有一个门槛 就是3.5%到4% 这个区间 是一个关键门槛 跨过这个门槛 工资就是每小时薪资成长率 如果跨过这个门槛的话 他会有力道推动通膨走高 所以要打通膨 一定要让每小时薪资成长率 降到3.5% 3.5%以下 目前呢 在4.5% 他降到4.1%以后 又反弹起来 你看工资增长 也是在4%以上 盘了一阵子 所以服务业的部分 降不下来 所以整个通膨数据 降不下来 原因在这里 所以我们应该去观察的是 租金跟工资 这两个重要成分的趋势 然后这两个重要成分的趋势 如果出来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带到降息呢 是这样 联准会 要让利率超过通膨率 那一般来讲 是先是两个百分点 两个百分点 就是利率比通膨率高两个百分点 实质利率的概念 对对对 实质利率的概念 那么你现在看 如果现在以CPI来讲好了 CPI目前在百分之3.23% 就算3左右 然后呢 如果你现在的利率 是5.25到5.5 就是5.3 那就是2 就是2啊 所以他上月没有降息的动机 然后呢 如果这个通膨率降下来 比如说跌破3的到2.75 OK 所以我就 然后我就可以 对 我可以降到4.5到4.75 OK 所以联准会所谓就降3 等于是说预测 通膨率会降到2.5到2.75 这个地带 跌破百分之3 然后他就降到3 就正常保持两个百分点 再补充一下 这样的降息 跟之前的降息不一样 之前的降息是要宽松 从正常利率到宽松的利率 到超级宽松利率 那个是因为 应对金融海啸后的那个困局 所以他是要特别宽松 但是现在的降息 是从过度紧缩 调整为正常紧缩 降息之后 货币政策还是紧缩的 不是宽松 所以现在的降息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降息是因为金融出问题 你要救真大救经济 对 所以降息的结果经济不好 股市也走低 对 因为那个比如说 2000 2001年2001年那个降息 因为网路泡沫破掉 股市崩盘 然后呢 后来007年 那个时候是次级防贷风暴 房地产有问题 所以因为金融领域或资产领域出问题 联准会降息 结果降息的结果 没有阻止经济衰退 经济后来滑入衰退 那所以呢 如果降息启动的话 很多人就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 这样对股市不好 因为股市后来会跌 因为股市崩盘 当然股市跌 房地产崩盘 当然也会拉动 这个股市往下跌 所以过去的概念是 降息的结果对股市不好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经济在往上走 失业率很低 然后现在的降息 是从过度紧缩调整为正常 降息之后还是紧缩 这跟以前的降息不同 那市场上很少人去明白指出这一点 我们利用这个节目来讲这一点 那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了 要拆联准会的利率路径 就要去看通膨数据 拆解它的成分 然后发现关键在于 这个租金跟工资这两项 也就是那个 房地产市场跟就业市场 这两个市场的变化 然后这两个市场 目前看起来 联准会 之所以敢放风声说他要降息 今年内会降息 是因为他觉得 就中期趋势来讲 这两个领域会进入这个 就是收缩 足以让联准会有降息空间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进入最后一里路 那个困境 就是到 就降不下去 不怎么降的下去 在那边横向整理 那这样拖久了会有风险 拖久了之后 通膨预期心理起来 各行各业会重新定价 那个时候就完蛋了 那个时候风险很大 或者是石油 现在你刚也讲了 刚刚的那一波 是因为石油的走弱 可是如果石油 有任何一点点的反弹 这也会是一个因素 油价当然 油价谎谎谎的话 这个走上来的话 当然会对物价不利 就是控制物价 控制通膨不利 物价会走高 那现在关键还是那个 因为现在美国的 页盐油 页盐气 有一点恢复生产 所以才 那还好 油价才会降下来 这是原因之一 尽管沙兽地 跟俄罗斯在减产 但是美国这边的增产 可能反冲一下 对 所以现在观察的关键 还是房地产市场 那边的租金部分 走低的力道 力道如何 第二个是就业市场 这边 尤其是就业市场 这边工资的力道 老师我要先打断你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刚进广告之前 我们聊到的是 那连准会 对于买债券投资人 我们就一直想要猜到 的是什么时候 但刚刚吴家龙老师 有特别跟大家讲了 我们 华尔街现在都只 一直在猜什么时候 降息的原因 其实他手上 很多的金融资产 他自己有点点亏损 所以他也需要来 赶快喊个话 或者是他希望投资人买 所以他必须要来喊个话 可是背后 连准会降与不降 那个根本啊 那个CPI数字 老师认为说 大家还是要先 认真的看好 那个结构 那刚也跟大家讲了 美国CPI的组成 20%是石油 30%是租金 就是房地产的租金 50%是服务 所以他现在关键 你从9%降到3% 20%的原油石油价格 这个因素已经被用完了 所以现在要继续 能够看到他明显的往下降 就是租金跟服务的 这个部分 老师我把这一套理论 带回到 我就是投资人 我最关心的还是 那我到底再去买不买 我股市怎么样 你帮我们对应回来 好不好 租金跟工资 这两个价格 恰好有很强大的 叫做降固性 对啊 我工资上去 上去都不会下来了啦 租金调高了 也不会降下来 对 所以你 他们宁可租不出去都可以 都不要降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现在通膨数据要降下来 的确有困难 那所以呢 这会造成升息 降息的时间点一再延后 对 那所以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今年搞不好只降不降 或者降一码 或者降一码 对 现在大概没有人拆三码了 大概仅多拆两码 拆两码了 所以到最后会变成 让你说的 就是没感觉 没有feel 这样子 那一样的情况 也会用到日元 就是日元 如果正常话的话 那很可能 那个因为美国这边 降息的推迟 撑住了美元 也就是让其他货币 对美元来讲比较弱 所以日元本来应该 转强的就被削弱 所以日元的升值 可能会不如大家预期 那我刚刚还在跟大家讲说 这个礼拜日本 有可能结束负利率 然后就说 原本这个可能 弱势美元要结束了 其实但你觉得不至于 因为现在降息延后 那降息延后的结果 美元还是撑住了 美元至少撑住 撑住的话 非美货币就相对比较弱 会走弱 或者说该升值的 美元升那么多 那台币也一样 日元也一样 所以现在还是得回来看 美国这个 一定要先考虑这一点 然后再考虑 你比如日本自己的因素 工资上来 像你刚刚提到 工资上来 那所以呢 一个基本因素是美国这边的货币政策动向 再来才是你各个其他国家 欧洲 日本 中国 台湾 你各国自己有什么因素 是这样来的 那以投资人角度来讲的话 与其去猜 什么时候会有政策变动 对 包括日本央行 美国央行 不如去看各相关国家的 这个通膨数据的走势 那这样分析的话 就会把这以美国来讲的话 那就要去分析就业市场 因为就业市场里面那个工资影响的是50%嘛 就服务整个服务业嘛 那这样目前看起来就业市场的报告 每次一出来的话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 原因在这里 就业市场的报告可能比其他的报告影响力更大 原因在这里 那目前看起来美国就业市场还非常强劲 失业率还在3.4% 3.8%之间 然后就是完全还没有跨过4% 然后职缺的创造 还有那个生产力跟那个就业雇佣成本 这个差距 这些都对就业市场来讲是有利的 所以在这种有利的就业市场情况下 如果通膨会降下来 这样叫做软着陆 那目前的话大家认为软着陆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就是可以实体经济不用伤筋动骨 然后就把通膨打下来 这简直到了完美的状态 然后问题是出在说 这样的状况没有理论基础 之前的理论不是这样讲 之前的理论是说通膨率跟失业率是负的关系 就是一正一负 所以如果你要通膨率降下来 失业率会上升 你要失业率降下来 通膨可能要上升要付出这个代价 但是不是这个角度 现在这个整套理论现在被现实有点挑战到了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保持耐心 然后不要去猜联准会什么时候降息 而是去猜通膨数据什么时候跌破3% 或者去猜工资增长率什么时候跌破3.5% 这才是真正要看的就业市场报告 那至于那个这是债券市场 那再来的话美元跟美股 美元跟美股那一样他跟这个因为他的降息让美股走高 但是其实美股走高还有自己的一个因素 就实体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前景 那目前指数美国大盘主要是被七大 那个科技股七个龙头带起来 尤其是最近的所谓AI很热 那这个的话呢下一个问题应该是说 对投资人来讲尤其是AI有没有过热 有没有泡沫化 这个问题 那在新兴技术应用扩散的过程中 一定会造成乐观情绪跟过度投资 过度举债 肯定会出现泡沫 泡沫是一定会出现 那泡沫会出现的话 关于泡沫经济学就讲一点就好 就是所有泡沫古今中外最后一定破掉 只是他在破掉之前 他会不断的成长壮大 如果你认定他是泡沫 然后就去做空他 你会被打得很惨 你有这个风险 虽然最后破掉的时候证明你是对了 但是你已经被抬出去了 所以呢在泡沫还在吹的时候 你做空也不是 做多也不是 我前几天有听过人家一个讲一个笑话 他是说在多头的市场 确实大家疯狂的时候 不要轻易就是喊空 因为人的贪婪是无极限的 就人的贪婪是没有极限 所以你在一个多头的时候 大家正在贪婪的过程当中 你太早出来喊空 你一定会被打脸 因为贪婪无极限 但是如果在走空的时候 刚刚走多嘛 那如果在走空的时候 诶你就可以早一点出来喊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害怕是有极限的 他就觉得说人的害怕是有极限的 所以他就说诶如果是一个空头的时候 诶你早一点出来喊多人 他会觉得哇哦你是先知 但如果在多头的时候 人的贪婪没有极限 你不知道他到底长到什么程度 你太早出来喊空 你会被人家笑 我有听到分析师上礼拜 大家在聊天啊 有在讲这些比较好笑的事情 这个是其实是我最早提 这个完整的说法 叫做恐惧跟贪婪这两个情绪 是不对称的 不对称的意思就是说 贪婪可以日日贪夜夜贪 但是你恐惧情绪 你没有办法日日恐惧夜夜恐惧 所以人会到最后会狗急跳墙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受不了 这个压力以后干脆跳楼 你会看到 但是你不会说因为你赚到钱以后 你去整天泡酒吧 不会 就是说贪婪可以细水长流 但是恐惧你到时候会受不了 这里引申出对黄金的行情 你知道吗 就讲下去 又回来黄金了 讲下去 如果你是因为恐惧带来 对避险资产的需求 形成一个叫避险行情 那么因为恐惧的情绪是短暂的 所以因为避险而带来的多头行情 叫避险的行情也是短暂的 所以黄金的行情 那个来的时候 它很短 它其实是短暂的 一旦恐惧的情绪消退 就没了 那个避险行情就会吐回去 所以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冒出风险事件 造成避险行情 但是避险行情本身难以持久 所以你正确操作黄金的方法 是等它避险行情出来以后去做空它 不是去买黄金 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出现避险 避险情绪 什么时候出现风险事件 大家去避险去买黄金 可是一旦事件出现 出现了以后你可以盯着它 等到它力气差不多了以后 恐惧情绪发现了差不多以后 你去做空 OK 这个以前试验过 好好好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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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来聊一下的是 那如果我 我刚刚对应老师 你在讲那个强势美元的这个角度 如果对应回来就是拜登PK川普2.0 我们刚刚前面说至少两个人不管谁当选 他们都是第二次当总统市场 对他们的认知度熟悉度比较高 但如果今天川普赢了 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强势美元会再起吗 对金融市场来说 对美国金融市场 都有投资美股的人来说 你觉得 利多跟利空也是要相对来讲 你是对谁来讲 如果你是对中国俄国来讲 可能是利空 对我们有在投资美股的人来讲 或是你手上有美元 那首先要讲的就是 对美国经济跟金融 是怎样的一种影响 那么那个因为川普的立场 我们花一分钟讲他们的差别 川普的立场是为 全球化的受伤者讲话 就是内陆地区在地产业 像隆林榆木是在地产业 然后像房地产 旅馆这个是在地产业 那川普是做房地产 所以他为那个在地产业讲话 那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做优化配置 跨国企业专业人士 飞来飞去 他们受益于全球化 他们是全球化之下的受益者 既得利益者 所以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大都会 所以你会发现 民主党的票来自于东岸西岸 跟芝加哥大都会地带 然后其他的都是川普 那所以呢川普为社会底层讲话 他的策略是经济策略是什么呢 答案是首先是就业机会的创造 所以他才会在白宫欢迎郭台铭 那么热烈 因为郭台铭号称要投资100亿美元 在威斯康辛州做面板厂 虽然后来有变化 那一样 所以川普一直在努力争取 包括传统产业 不是一定要科技业 在美国设厂提供就业机会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 社会底层的人 当然买单啊 他都会觉得说 川普是我们的人 可是川普自己是共和党 是有钱人 对不对 可是他去关心社会底层 这种是算是说 肉体是共和党 灵魂是民主党 那民主党是反过来 民主党本来是代表社会下层的 可是呢民主党 我猜想因为价值观的关系 民主党玩叛逆玩新潮 所以玩起高科技 玩起金融 所以果然你看 华尔街跟矽谷 都比较倾向民主党 可是这些人就在大都会 所以他们的得票 都集中在美国的大都会地带 然后最后的结果 当然是上次第一次的时候 川普赢了希拉雷 然后现在第二次的话呢 一样就是说 拜登代表的变成是 肉体是民主党 然后灵魂是共和党 他为社会上层讲话 金融金融科技精英在 站在一起 然后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很复杂 所以为什么 选民 左派选民在杯葛川普 对 那右派的精英在支持拜登 就是变成一种灵魂的那种 错乱 有点错乱的感觉 肉体跟灵魂失联 老师我们要先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来聊 欢迎回到 谢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今天邀请到现场 是财经专家 吴嘉龙老师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 回来这个网友 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就是川普如果回来了 到底对美国经济 美国股票市场 或是强势美元的影响 我们现在对国际现象 跟事件的理解 都是媒体 透过媒体 然后媒体里面自己有立场 现在美国媒体 主流媒体 绝大部分是左派的 或者左请的 就是比较亲民主党的 所以你从纽约时报 CBS NBC 反正 CNN等等 这些媒体基本上都左派 比较同情民主党 然后制造危机感 说川普回来的话 可能对美国经济金融不好 可是你去回想一下 刚刚川普光是当选 还没有上任 美元指数冲高 当年赚上100 这个指数赚上100 然后呢 所以 其实 你要去分析的是 他们的 跳过媒体的解读筛选 直接去看本质 那川普的立场 是为社会底层争取就业机会 希望外来企业 不要只是做出口美国 也来美国设厂 创造就业机会 中间一度传说 有一个做那个空调的 那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高科技 不是晶片 他要从墨西哥 把厂子拉回来 川普很高兴 对不对 就创造就业机会 那这些行动的话 看在选民眼里 发现川普是来真的 他真的是为美国的 那个底层劳工来设想 反而是原来 传统上代表劳工的 这个民主党 他反而在那边巴结 结交细股拉 科技新贵拉 华尔街拉 金融新贵这样 所以我刚刚说 现在是灵魂跟肉体 有点交错 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 川普回来的话 他沿着一条路线 就是继续去跟中国 采取对抗的立场 然后继续对 可能会 说不定会改变 就联合俄国来对付中国 就像普丁讲的 就是说美国的主要威胁 是来自中国 不是来自俄国 如果是这样的 战略观点出来的话 中国就更惨了 对就是说他会集中 美国会集中力量 联合盟友 因为这其实是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 美国内部整队 国会白宫共识 然后呢 这个民主党共和党 有共识等等 就是说中国才是 美国的主要威胁者 中国的分量已经够重了 美国必须认真看待 那这个路线 中国美国 美中关系 从和解转成对抗 川普上来以后 当然接着干了 因为川普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大战 他先开始干了 战略大转折的时候 大家不相信啊 他说你在搞什么 对不对 然后等到拜登接着干以后 他再才发现 这个美中关系 已经是他未来 就是这样子走了 对 然后拜登做什么 拜登 就川普是 美国内部整队 拜登是外部合围 联合盟友打群架 那么现在川普回来的话 如果再回来 那局面更好玩了 他开局的人 就像NBA球赛 他打第一局的 第一节的 现在他如果上海的话 第三节第四节 他更好打 对 他甚至于开始喊 他说要对中国出口 克百分之六十关税 对不对 然后他讲台湾怎么讲 他说台湾偷走 我们的镜片产业 有没有 你没有发现这两个说法 这个媒体都报道过 他这个说法有差别 他讲台湾的部分在抱怨 甚至于说他在撒娇 可是他讲中国的部分 他讲什么 他讲行动 我要怎么对付 他有说台湾偷走 他的镜片产业 然后他有说 要怎么对付台湾吗 没有耶 所以他在抱怨 他在说隔壁小孩的玩具 比我的好 他类似这种情况 可是他讲中国的话 就像你讲的 愤怒气愤甜 我要怎么对付他 所以他讲中国 讲的是行动 他讲台湾的话 只是嘴巴抱怨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区别 他还是要 站在美国的利益的 角度 可是 中方 很多时候把川普误解 他们说 川普不过是一个商人 是可以交易的 他是商人没有错 但是他们搞错 川普的个性 因为一个人的个性养成 是在他念初中 念高中的时候 就是青少年那个时期 那个六年 你知道川普那六年 是读什么吗 读军项 川普的性格是军人 军人是以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为使命的 所以川普根本不管钱 他在管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川普在念他的初中 跟高中的时候 读的是纽约军事学院 他是军人训练出身 你可以网路上搜寻到 他军装的照片 所以他是 他的性格养成是 后来他去读大学 读宾州大学 读什么 那是后来 他青少年时期 性格养成是军人 他是以军人 那叫我感觉 强势美元 如果川普回来 他绝对是上来了 美元 对啊 美国人清楚啊 美国人 你看行情 你不要去看媒体在那边 对 强势美元一定回来啊 媒体是左派的 所以会唱衰川普 会说他来的话有危机 但是呢 选民是 有他自己的考虑 所以川普在争取 社会底层的选民的支持 明确他的政策路线 都是行动方案 包括那个课税 课关税 包括那个比如说补贴 那个外来投资 等等等等 所以川普讲到 具体的事情是行动方案 但是讲到 整个朋友的话 包括日本台湾这些 有时候耍耍嘴皮子 他没有讲出要怎么 怎么K你 这个差别你要听得出来 所以川普回来的结果 他继续做他会完成的事业 就是让美国变得更伟大 所以他说MAGA嘛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会涉及到 削弱中国经济 壮大美国经济 削弱中国金融 壮大美国金融 那因为川普很明确 所以他一旦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你想想看 每一个美国总统 任内都有战争 为什么只有川普 那四年没有 你看每一个美国总统 任内都有发生过战争 可是川普四年没有 为什么 因为所有坏人都看 都知道这个警长 是很认真的 你知道你看美国西部片 对不对 警长很凶狠来的话 那坏人就收敛 所以你说川普上来之后 国际形势是变得更不稳定吗 不会嘛 我怎么觉得这样听起来 我们不需要害怕川普回来 完全不用啊 不是 我们是比方嘛 我们比喻嘛 你看西部片 美国西部片 一个强硬警长上任的话 你看坏人会怎么样 当然收敛一点嘛 那坏人出来做事情 是因为警长不行嘛 对不对 他们就出来这个 这个 对不对 收割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川普上来的话 因为讯号很明确 很明确 拜登 金正恩 习近平 大家都会变怪 没有必要在测试了嘛 他们现在做很多事情 是在测试美国的决心立场 意志够不够坚定嘛 拜登就是出什么问题 他那个阿富汗撤军 搞了方向走板嘛 所以普丁一看说 机会难逢 赶快就打乌克兰了嘛 是这样啊 所以如果拜登回来的话 川普回来的话 那大家不用测试了嘛 川普的性格 大家很清楚 还要测试什么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言归正传 就是论事 要怎么交易 怎么谈 对不对 所以川普有信心说 他可以结束很多纷乱 直接谈嘛 看看大家希望怎么安排 直接进入那个主题嘛 直接谈判 不要在那边测试来测试去嘛 搞什么花样嘛 这样子 所以估计 国际上的冲突 可能会急转直下 大家 你看 比如说哈马斯打以色列 那也是要分散焦点啊 帮俄罗斯争取反冲空间啊 对不对 如果他一上来 那些现在目前 有的这些地人政治 通通都可以结束 他就可以得和平奖了吧 是啊 不是他有资格的 如果他真的顺利的话 所以现在讲回来 就是说美元会走强 然后最重点是这样 美国经济的扩张 到一个程度以后 会因为利率过高 而转折向下 历来泡沫破掉 全部是同一个原因 就是利率升的够高 在高点停留的够久 所以美国联准会 现在已经懂了 学到了 所以他也知道 要小心谨慎 然后不断的放出 可能降息的风声 让金融市场 不要那么紧张 但是实际上 他降息还不敢降 因为通膨还没有真的 那个跌破重要的 那个关卡 每小时薪资 工资也没有跌破 重要关卡 所以呢 会嘴巴上说 考虑降息 但是行动上 还不降息 现在叫这个 会变成鸽派降息 因为那是鹰派 现在变成鸽派 嘴巴是软的 但是那个行动 还没有来 对就这样来 那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 回到一句话 金融市场没有名牌 没有那个稳赚的 天下给你掉下来 那个馅饼 没有这种事 没有规则 他们说什么 送分题 对 金融市场没有送分题 大家一定要了解 如果 金融机构 证券公司 跟你讲 有送分题 这个稳赚不赔 其实坦白讲 没这种事 金融市场到最后的话 都是有风险 一定是到最后 可能赚也可能赔 哪有可能稳赚不赔的 没有这种 这样就不叫金融市场了 大家要了解 所以现在看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 美元走高的可能性是有 第二个美债 要看联准会这边 因为白宫也不能介入联准会 然后至于 美元 美债 美股 美股的话 主要是反映出 反映出科技的影响力 那因为科技的影响力 累积到现在 当然毫无疑问 就是人工智慧带动 大数据带动 那这个方面的话估计还没走完 所以呢 行情还有 但是呢 大家要小心过热 那过热的话呢 那很可能就会逼联准会提高利率以后 或者不降息以后 造成最后利率偏高 然后行情缓转 过去的泡沫破掉 全部同一个原因就是利率够高 那如果降息降太慢的话 会有这个问题 那降太快的话 同捧降不下来 所以联准会其实是左右为难 好两难啊 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好 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给大家做了很多的盘点 我们是从黄金线出发 然后聊到了一些相关的利率 还有那个川普如果回来了 到底会怎么样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 都觉得非常的精彩 那最后三十秒时间老师 给投资人一个中固吧 你可以用买定存这个概念 去买美债跟日元 就是说赌他半年内 一年内会不会正常化 比如美国这边降息 日本这边 那个开始结束互利率 你不要用那个短线的 那个进出这种观念去思考 你用买定存一年两年 这种观念来思考 我赌你一年内会不会这样做 这样如果赌到了你赚钱 赌不到的话 你磨磨鼻子认赔 不要弄短的那种 两三个月之内的 这种想法来看 好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啦 感谢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